说起那集大家都会联想起一马发展有限公司 一马公司丑闻成为了它的代名词 那么那集因为一马案锒铛入狱 然而一马公司也成为了改朝换代的导火线 那么一马公司丑闻是如何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 这当中又牵扯到什么拳斗游戏 这期的特条我们就来聊聊大马版的拳斗游戏 一马公司演绎 一马丑闻成为了JipJip身上最大的物点 这个故事就要从2009年的一个早上说起 那么我们的JipJip成为了大马的第六任首相 当时的JipJip正处于青春旺盛 坐上首相大卫的JipJip想要干大事业 眼睛就盯上了登家楼的投资机构 为什么JipJip会看上这家机构呢 原来这家机构据说大约每年向政府交上了 大约20%的16岁 那么肥美的肥肉 JipJip也想分一杯羹 那为了让这家投资机构名字看起来高大上 就把这家机构改名为一马发展无限公司 什么是无限公司 无限资源 无限捞钱 生活还是美滋滋 那之前说到JipJip捞钱并不只是为了家族 捞钱的背后也牵涉老屋内部的利益网 老屋内部都是一群靠贩卖民族主义捞钱的卡 想作文首相宝座的位置 就需要拉拢这些牛鬼蛇神 分一点好处给他们肯定是少不了 成立投资发展公司是恋财最好的方法 合情合理 就算被查到 也有震荡的理由和国会解释 那怎么从一马公司捞钱成为了JipJip头壳疼的问题 JipJip灵光一闪 想起了他儿子的朋友 刘特有钱 那么我们的刘特有钱 是一位风度翩翩 年轻有为的老板 和很多政商名流都有来往 尤其和沙特王国的王室有密切关系 那这个JipJip眼睛发亮 这些中东来的大佬 有的是钞票 据说为了顺利和中东的王室搓成关系 那我们的JipJip 叫上了刘特有钱来首相官邸 商讨如何烙旋 不是 是商讨如何吸引中东王室来马投资 那么我们的刘特有钱神通广大 一通电话就找来了沙特王国的王子来马投资 那作为国有企业的一马发展有限公司 经过JipJip的安排 成为了沙特王子直接对接的公司 那刘特有钱就顺势成为了JipJip在一马公司里的特别顾问 一马公司参与了很多的这个投资项目 其中就有石油项目 房地产还有能源等等 那自从这个一马公司成立马来西亚的大环境 看起来一片惺惺向荣 加上JipJip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 福获了大家的喜爱 一马系列产品也得到许多人的喜欢 直到一篇报道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JipJip的美梦 关于这个一马丑闻的爆发时间 就众说分云 从其他的资料文献可以追溯到2015年的某一个早上 那这个JipJip正在办公室摸鱼说Facebook的时候 看到一则来自沙拉越报告的报道说 这个JipJip的私人户口多了26亿 哇这个JipJip慌了 连忙打电话给刘特有钱商讨对策 据说这个刘特有钱解释到这笔款项 其实来自于沙特王国的捐款 那为了帮JipJip擦屁股 据说我们的刘特有钱 叫做这个JipJip谎称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自有安排 但是也需要JipJip的配合 那我们的JipJip可是首相大人 动用国家机器可在简单不过的事情 下令封杀沙拉越报告的网站 那封锁说有一切关于一马公司的所有消息 那么顺带一提 这个一马发展公司是在2015年才走入人们的视野 在这之前大众是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存在 当时的反对党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第一个正面硬钢的JipJip就有了人选 有请我们的小攀攀 那我们的小攀攀在国会询问JipJip如何解释 这个26亿是如何流进自己的私人户口 那JipJip则说这批款项是来自沙特王国的捐款 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这个国会电台瞬间哗然 当时的反对党反对到底 接受不了JipJip的说辞 那么这个小攀攀也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和资源 挖第三次都要找到JipJip拥有26亿的来龙去脉 那小攀攀以为会很困难 没想到挖了没有多久 一大堆关于JipJip和一马案的关系就浮出水面 那这笔款项据说是从一马公司经过多手的转账 最后留到JipJip的私人户口 至于一马案的钱到底是谁的 很明显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哪有沙特王子那么慷慨愿意捐钱给JipJip啊 那么小攀攀和JipJip就你来我往 大家互相撕逼 当时候的反对党基本上都把时间花在和JipJip开干 似乎好像忘了雪龙区的水工问题好像没有解决啊 那据说就连当时候的美国司法部也密切关注这家公司 不过JipJip和刘特有钱并不管这些 促进国家经济才是大局 那所谓老天要你亡必须先让你疯狂 那这位财长的JipJip也知道拿太多吃相并不是很好看 一马丑闻瞬间让他的形象擦水 那抗议游行几乎是每一个月都举行 那JipJip为了转移视线 于是就想了一个妙招 然而这个妙招正式的加速了JipJip的灭亡时间 那么为了填补这个国库巨大的财政赤字 这位财长的JipJip想到了一个天才的妙计 那就是征收消费税 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 这个财政赤字是怎么来的 那据说当时候的政府除了因为税制出现问题之外 很大的亏空是来自于这个一马公司管理不当所留下来的 那这些推出消费税的措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其中这个6%的消费税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当时候的老巫太上法老王老马看到这样的税制会动摇国阵的霸权地位 加上一马丑闻的双重打击之下 直接加速了这个国阵的灭亡 不受自己的控制 所以就想方设法的逼迫这个JipJip下台 那顺带提一下老马之所以可以遥控大马的政局 也是因为他任向的20年间 培植了许多的亲信 毕竟想要完成自己的春秋大梦 培植支持自己的人是必须的 他是有理想的人 知道自己不能霸着相位不放 所以下台后的老马都选择自己心仪的代理人继续他的伟大理想 可能是因为老马自己的控制欲太强 他的继任者都不喜欢他的强硬手段操控全局 那这个JipJip也不是豆腐做的 为了反击老马 这个JipJip想到了一个妙招 就是把老马的心头肉 普腾卖给了中国吉利集团 那老马的大腿内侧敏感神经被触碰 这下子JipJip彻底和老马决裂 那老马一怒之下就离开了老屋 转头就成立了不是很团结的土著团结 与此同时作为老马的头号马仔 老丁也被JipJip扫地出门 诶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老丁曾经公开反对JipJip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 在一马公司丑闻的课题上 基本上老丁和JipJip是对立面的 所以JipJip就一挥手就把老丁撸得干净 这个老马和老丁强强联手的 势必要把JipJip撸干净 连见这两位大佬都离开老屋 许多老马和老丁的情形 也相继离开JipJip 那我们的JipJip 也从此就成了孤家寡人 哎?JipJip还不是有老扎和老三作为伙伴吗? 或许他们没有认清事实 改朝换代是大趋势 毕竟这个国阵称霸大马政坛了60余年 他们还幻想这下一届大选有关做 所以也就没有和JipJip撕破脸 那老丁和JipJip撕破脸也是有自己的盘算 那据说这个老丁为了要摆脱千年老二的位置 脱离老屋是一步险棋 那目的也是为了在新的政治秩序之下 爬到首相的宝座 那么这个历任首相都是大历人背景 只有老马是平头百姓出身 所以老丁和老马一起混 那表面老马和老丁的联手 是对抗JipJip的一马丑闻 实则这是一场平头百姓对垒关系户的较量 JipJip和老马老丁组合 正是拉开了历史三年的权力斗争 这次人物几为酒 每个人物都是为特调 我们下集见 关于这个JipJip的公过是非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一马公司丑闻的确让大马在国际的声誉 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马来西亚在JipJip的带领下 的确是让大家感受到大环境是好的 那么这个2017年的大马综合指数 也达到了1798点的高峰 这个市场就欣欣向柔 大家都鱼翅捞饭 那外资也纷纷把钱投入马来西亚 制造了很多的工作机会 只不过一马丑闻伤害了马来西亚的财政状况 所以也就造就JipJip的倒台 那JipJip的一马丑闻固然可恶 但是他背后的党羽又何尝不可恶呢